一天当中,我们会使用多少种卡片或磁扣感应呢? 比如说,在便利商店使用悠游卡支付,社区大楼使用门禁感应卡等等。 这些感应设备为我们带来许多的便利性。 如果我们把悠游卡或磁扣打开,就会发现里面有个线圈结构。 这样的结构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呢? 给个提示,和电磁学有关哦!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主题,电磁感应现象。 西元1820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厄斯特发现在有电流的导线附近会有磁场产生。 接着,厄斯特设计一连串的实验来统整它的发现。 这种因为电流而产生磁场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流磁效应。 而这里说的电流磁效应和电磁感应是不一样的哟。 就在西元1821年,法拉第读到厄斯特关于电能生磁的论文后, 难掩心中的激动。 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磁一定也能生电。 在往后的十年之间,法拉第做了许多和磁相关的实验。 起初,他简单地认为强大的磁场就可以造成电流。 于是,他拿磁铁触碰导线,或将导线缠绕在磁铁上, 却都没有产生电流。 但加进贫困的法拉第具有不一般的韧性。 终于,在尝试了十年后, 1831年的某一天,法拉第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他在一个圆形金属环上,缠绕两段互不相连接的线圈, 其中一段与电源连接,另外一段下方放置小磁针。 当连接电源的那一段线圈未通电时,小磁针维持不动。 但就在接通电源的瞬间, 他发现小磁针摆动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发现小磁针的偏转只有短暂的瞬间, 所以他起初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而在关掉电源的时候,小磁针又偏转了短暂的瞬间。 不过,方向和刚才相反, 也就是说,只有在接通与断路的瞬间出现短暂的偏转, 而非持续性的偏转。 法拉第对这个现象穷追不舍,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小磁针的摆动 就是因为另一个没有接电源的线圈产生了电流所造成的。 经过他长时间的反复验证与思考, 他终于发现其中的关键点, 也就是要发生变化。 激动不已的法拉第看见了成功的曙光, 更进一步设计了许多不同材料或情景来验证他的想法。 只要封闭回路中发生磁场的变化, 回路上就会有感应电流的产生。 你是否也发现其中的关键了呢? 我们再来简单地将法拉第那十年的努力做个统整, 让一个封闭的回路通有一个固定的磁场。 无论磁场的强弱或距离的远近, 只要没有发生变化, 那该回路将不会有感应电流。 接着,法拉第在一次偶然的操作中发现, 打开电源或关闭电源的瞬间, 在没有接电源的封闭回路上有感应电流出现。 由此,法拉第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封闭回路中发生磁场的变化, 回路上就会有感应电流的产生。 封闭回路中发生磁场变化, 可以简单分成以下三种情景。 现在就来带大家看看。 第一个是封闭回路与磁铁间发生相对运动。 因为磁脊的磁场较强, 当磁脊靠近或远离封闭回路的时候, 就会造成封闭回路内的磁场发生变化。 并且需要注意, 在进行相对运动时, 磁铁的磁脊方向对感应电流方向也会产生影响。 这种封闭回路与磁铁间的相对运动会产生电磁感应, 使封闭回路上出现感应电流。 若两者间无相对运动, 则不会有感应电流。 第二个是封闭线圈内发生磁力线数目变化。 就如法拉蒂的实验一样, 以画面上的方式摆放两个线圈。 其中一个皆有电源, 并设有电源开关。 另一个则是无加电源的封闭回路。 紧接一个减流剂检验是否有电流。 当电源接通的瞬间, 就会因为电流磁效应突然产生磁场, 使得无电源的封闭回路内通过的磁力线数目, 因电源接通增加。 也就是磁场强度变强, 减流剂的指针就会短暂地晃动一下。 而我们可以注意到, 电源持续接通时, 无电源的封闭回路上又没有感应电流了。 而同样的道理, 如果突然将电源切断, 那么经过封闭回路内的磁力线数目, 会因电源断开而减少, 也就发生磁场减弱。 这就是因磁力线数目改变而发生的电磁感应, 使封闭回路内出现感应电流。 同样的, 电源持续地断路时, 也不会令回路上出现感应电流。 第三个, 则是让回路中的导线切割磁力线。 如画面所呈现, 先利用磁铁在某个区域建立磁场, 再将封闭回路以与磁场垂直的方向移入或移出磁场。 在移动同时, 不难发现在封闭回路中有磁场通过的面积改变了, 也就是说, 封闭回路那个磁力线数目产生了变化。 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切割磁力线而产生的电磁感应, 也会让封闭回路产生感应电流。 通常以上三个实验, 我们可以得到由图表所呈现的结果。 当磁场保持固定时, 减磁剂不会检测到感应电流。 但当我们更改实验中的磁场时, 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 回路中都会出现感应电流。 让我们试着来练习判断看看, 以效情境哪个封闭回路 不是电磁感应现象才产生的感应电流。 答案是1, 你答对了吗? 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 提及感应卡与悠游卡, 里面会有封闭线圈以及一个小晶片结构。 感应的仪器会发出特定的变化磁场, 使接近的线圈发生感应电流, 并因此产生磁场。 那么感应器再接收这因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 就能侦测到感应卡的接近咯。 以上,虽然在我们讲解时, 是以分开的画面依序展现, 但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法拉第在某次机缘下发现封闭回路内发生变化的磁场, 在封闭回路中会出现感应电流, 这种现象称为电磁感应, 并整理成以下三种实验。 封闭回路与磁铁间的相对运动, 封闭回路内发生磁力线数目改变, 回路导线切割磁力线。 那么,除了悠游卡感应之外, 日常生活还有哪些现象使用了电磁感应现象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哦! 下次见,拜拜!